大家好,我是刚哥 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 男生越老越不行 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心脏我们需要一定的保养 血管我们也需要保养 大部分的男生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和哪个他也需要保养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勃起时间和长度也会缓慢的减小 感受的刺激和灵敏度 也会下降 我们应该如何的保养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就是要多吃一些 对心血管有利的食物 包括水果、蔬菜、古物、坚果、 橄榄油、尤其是鱼肉 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都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系统 远离高脂肪、高热量、高盐和高汤的食物 可以提高男性的能力 第二点就是要定期的测量我们的血压、血脂和搞通的水平 男性的搞通水平在50岁左右就会急剧的下降 如果出现情绪低落、不能够吃酒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体内的极速、蜂蜜不足 也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极速蜂蜜水平的高低 另外,高档乎虫和高脂肪也会让我们的血液胸黄受到阻碍 引起功能方面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尽量的要戒烟或者戒酒 吸烟和饮酒都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 阻碍血液胸黄 还可以引起来肝腎的耸害和身经的耸伤 破坏男性体内的激素的正常蜂蜜水平 会导致男性出现功能障碍方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戒烟戒酒